嗨 大家好 我是赵佑 想要手臂看起来强壮 一定要训练三头肌 而训练三头肌的动作很多 不过这些动作的动作模式 一定都会包含肘关节的伸展 因为这是我们三头肌最主要的功能 一般来说你在健身房里面 最常看到的三头训练动作 都会有使用滑轮的三头下压 还有过头的三头去身 传统上我们会认为 过头的三头去身会训练我们的长头 三头下压则是训练外侧头 不过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直接来看研究怎么说 2022年的这批研究 找来21位没有训练经验的受死者 进行12周的三头肌训练 他们其中一只手会进行滑轮的三头下压 另外一只手则是用滑轮进行过头的三头去身 训练的动作都是从手肘呈现90度开始 一周训练两次 每一只手都会做五组十下 用2秒向心2秒离心的速度训练 只要能完成五组十下 下次就会增加5%的重量 实验比较了两只手训练前后的ERM变化 并且透过MRI测量训练前后 两只手的三头肌成长情况 研究人员在开始之前假设过头去身的那只手 在三头肌的长头应该有比较好的肌肉成长 因为在过头状态下三头肌的长头被拉长 理论上可以有更好的训练效果 而外射头跟内射头 研究人员则假设肌肉成长不会有什么不同 因为不管手有没有过头 这两个头的长度应该是不变的 实验的结果发现 两只手的ERM成长差不多 不过做三头下压的那只手 通常可以用比较大的重量训练 接着是肌肉成长的部分 三头肌的长头不意外的 在过头伸展的那只手有了更多的成长 28.5%对比上19.6% 非常明显的提升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 外侧头跟内侧头 居然也是过头伸展的那只手成长更多 有14.6%对比10.5%的成长 其实在2018年就有另外一篇研究做过类似的比较 但是结果不一样 2018年的这篇研究发现 过头伸展跟三头下压 不管在三头肌的任一个头的训练效果 都没有明显的差别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我自己是认为2022年的这篇研究比较可信的 首先是测量方式 2022年这篇用的是MRI 而2018年使用的是超音波 超音波的确也能测出清楚的影像 但是对比MRI 人为操作上的误差可能更大一点 接下来2018年的这篇研究 受视者都是先做三头下压再做过头去身 而2022年的这篇则是会轮流改变两只手的顺序 所以会不会有可能2018年这边研究的受视者 并不是在100%的状态下做过头去身的动作 最后一点是2018年这篇研究 受视者操作过头去身时 手肘的起始角度是70度 我们在之前的一些研究中有发现 训练时如果在离心阶段 过度伸展拉长肌肉 对于训练效果其实没有帮助 甚至会减低训练成效 基于这些原因 我觉得2022年的这篇研究可信度蛮高的 而且受视者是自己的左手跟右手相比 撇除掉了基因 修行恢复 营养补充这些因素 训练的足够也足够 而且两只手的差距非常明显 不过过头状态下 长头的训练效果比较好 这点我觉得是合理的 跟我们以前的认知都符合 比较令人意外的是外侧头跟内侧头 居然也是过头伸展的那一组比较有效 研究的作者自己提出了几点解释 第一个解释 因为在过头状态下 长头已经被拉长了 长头很能发力 所以外侧头跟内侧头只要帮忙处一点力 特别是动作一开始的阶段 第二个解释是 在过头状态下 三头肌的三个头 都会处于氧气攻击比较少的状态 之前有一些研究发现 在缺氧状态下训练 有可能产生更好的肌肉成长效果 而我们的手在过头状态下 少了地吸引力的帮助血液流动到三头 的确供氧量会少一点 所以或许这也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最后我想说 不管原因是什么 我们现在都没有足够的证据 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因为影响肌肥辣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只能期待之后可以有更多的研究 至于这篇研究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价值 至少他告诉我们 过头伸展是一个不错的三头肌训练动作 而且对三头的整体都很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三头肌成长很慢 或许你可以考虑把三头过头去胜这个动作 加入到你的训练菜单中 说不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研究的连结我也会放在底下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喜欢影片的话也请大家按赞分享订阅 也可以按下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FB 我们就下次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